着西乡古风称 轮天文建站建站第二年 提供部落长辈一个共学共老的平台 受到老人家欢迎 而平均的到站率也都达标 在站内静态学习之外呢 文建站也特别规划瑞税一日游 外出透透气 解压放松 也实际体验了瑞税落农产业的魅力 各个老人家都觉得新鲜又有趣 建站第二年 头一次要去瑞税集成牧场郊游 轮天文建站的长者们 感激开心又兴奋 各个迫不及待 即便没有带乖乖 每一位长者到达急着牧场时 各个快步向前 欣赏牧场风光 可爱的牛群 悠闲的闲逛 商店卖场 购买纪念品 而来到牧场郊游 当然也少不了品尝知名的牛奶火锅 放入食蔬青菜 新鲜肉片 搭配浓郁奶香的汤底 在寒冷的冬天里 各个吃了暖心又暖胃 还没有 第一次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很好啊 很好啊 什么样子吗 跟瑞税里两次一切感觉很好 看不见这个牛奶锅好不好吃 很好吃 又好喝 两次了 第二次 再次跟我们文建站的同学一起来 觉得怎么样 瑞税了 很快乐 很快乐哦 武汉 卓西乡古丰村轮田文建站设置第二年 趁着岁末年终之际 特别规划这一趟瑞税一日游的课程 让长辈们借此解压放松 外出透透气 也体验认识瑞税乡的落农产业 今天的主题就是 忘记年龄 拥抱青春的主题 来带领他们到户外去学习观摩 我们选择这么一天到户外去 让他们忘记自己的年龄 迈向我们青春 就是他们快快乐乐的生活 提供部落长者共学共老 共参同乐的轮田文建站 从建站之初的长者们探索试探 到第二年成为长者们的生活中心 成效卓著 长者平均到战率都达标 个个都乐于到战 与大家一起共学共老 记者石玉兰 卓西瑞税的采访报道 厉害